词曲 i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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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词曲 词 词 词 嗨 大家欢迎来到来 收音风气车 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一台 算代步车啦 小车这样 那我觉得它适合就是 新手驾驶 因为就小车好停车 然后 再来就是那个妈妈 单纯是要买菜 或者是接送小孩上下 那这台车的话 那三十万内 然後小車 然後又省油省稅金 那這台車的話是2011年的Toyota Yaris小鴨 那小鴨的話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之前有講過它是我的第一台車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剛考到駕照還不太會開的時候 我就是開小鴨 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就是Toyota完全不用擔心它後續的一些維修位置 因為就是沒毛病啊 然後又省油 真的是蠻省油的 然後又好看 所以我個人蠻推薦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台的話它是頂級的G版的 就是有那個方控啊 然後有IP啊 然後是鋁圈 然後有皮影 然後重點是我們這台還有升級就是螢幕影音的部分 有導航 還有導車影像 所以我覺得CP值很高 這樣子 那我們馬上帶大家來看這台吧 那我們先來看這台的外觀 那這台的話是銀色的 然後就是好照顧 就是如果傷的話它不明顯這樣子 好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那個輪圈也蠻漂亮的 好 那尺寸規格的話是1850R15 好 那因為小鴨很簡單啦 所以我就是會快速介紹重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那個後車廂的空間 第二排座椅的話也是可以就是把它攤挺這樣 那它的那個就是後車廂下面這邊掀開 好 那我還可以收納的東西耶 不可以放東西 不錯 好 那我們這台的話 因為它是頂級舉辦 所以它就是會有這個棉鑰匙IKEY的部分 大家馬上看到這個黑色按鈕 那我們現在進來看內裝的部分 好 那首先我們看這台公里數 142841 然後這是里程保證喔 少跑的 然後它有通過YES第三方認證 來大家看一下那個認證書 來大家看一下結構部分都沒有任何問題喔 沒有R或XX符號 好 那這個認證書的話網路上也都看得到 那G版的話就是剛剛有假名鑰匙IKEY的嘛 這樣子 那鑰匙IKEY會有兩支喔 那方向盤的部分呢 方向盤就有方控 好 音量的控制點這樣 然後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它這個按鍵是那個 它的那個大燈的高低的調整 然後後進收納的一個電動調整 電動收納然後電動盤這樣 那這台的話 還有就是冷氣的部分有恆溫 好 恆溫的部分 然後這台的話 還有剛前面有講有升級 升級電視 先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前車主另外升級的 大家看它這個保護膜它都沒有死掉 非常的愛惜 那這個的話就是 NFN的部分 導航王 導航王 然後有那個藍芽 有影音的話真的是不錯 然後它倒車一下 適合給那個就是 新手駕駛 然後對 或者是那個 只要路邊停車的話都比較方便 這樣子 然後它的排檔 這樣子 那下面這邊的話就是霧燈的部分 好 欸 以為可以使用 好 那小鴨的話 我之前都說它是 麻雀雖小五臟俱犬 它就是有很多的 收納的空間的部分 而且我喜歡這個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就是背架坐在這邊 就夏天的時候 就是不怕飲料會就是不冰 這樣子 因為這邊就是冷氣出風口 然後這邊啊 然後整個都是 收納可以放東西 下面 下面也是 有很多 有赤霧的口尖這樣子 這台車的頂棚 很乾淨喔 沒有什麼汙垢這樣子 好 那通常是頂級版的 才會有皮椅喔 皮椅的話 因為像如果是低階的 它是吃布椅 不曉得大家沒有看過 那皮椅的話當然就是 你要保養跟照顧 就是來的好照顧這樣子 比較高階的才有皮椅喔 好 那最後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引擎去的部分 那我們保證該非重大事故車 非泡水車 非營業車 里程旅約保證 如果有上市不補我們都是原價退車喔 好 來 抽行年 2011年的 OK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介紹的這一排 2011年的TOTA Yaris小鴨 然後是頂級G版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 如果我們場內的車子 然後沒有拍過影片的 你們想要看的話 就是都可以 跟我說 好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下面留言或視訊我喔 那如果 有心情的話 直接來我們SUM 恭喜個掃的地址 剛剛不知道 確定可以137號 地址在這邊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實在就是SUM